2015年4月8号百个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最佳反对党领袖 马哈迪与纳吉交二就要纳吉下台 光明日报评论专栏看见作者指出 国事家事没这个道理 朝廷政府内阁不是敦马老爷创办的一马有限公司 轮不到马哈迪说要换人就换人 要对谁革职查办就办 记忆中在野的反对党领袖也经常叫部长辞职 也叫首相谢罪 但就没有敦马那种霸气和权威 马哈迪因此被暂时大马有史以来最佳的反对党领袖 当然马哈迪并非反对党领袖 而是前国阵主席和大马首相 今天只是一个不一平民和巫统的普通党员 作者认为敦马如不想沦为反对党最佳领袖 大可幕后策划成立第三鼓励 巫统不乏票员 敦马杀杀两周更是票仓 加上明年几近半递江山的大票更会汹涌而来 敦马爷就可下令纳吉下台 敦马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 虽然势头不减仍可惊天一骂 把阿迪哥骂下台 但大众不免天真的问 老马还有这么多票吗 下来是中国报的评论 政坛权王出击 中国报评论专栏有话之说作者 直见成同样针对马哈迪炮轰纳吉事件发表评论 作者认为 马哈迪是大马政坛上战无不胜的重量级权王 他握有多项课题可以攻击 一个简单道只有十一个字的问题 到底谁下令杀死阿旦杜亚 分量就不一样 这句话就像国王的新衣 一问存在每个人心里 但就是没人敢问 马哈迪一问 这问题就解禁了 不过纳吉也不是省油的灯 目前看来 他的第一战术策略就是 冷处理或不处理 无论是一行法课题 或马哈迪烫手山律式的追问 他也沉默以对 纳吉握有庞大资源 从党国机器到主流媒体 让马哈迪对上纳吉的这场雷台战 充满悬念 这恐怕是一场打足九局 才分出胜负的较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